金人倫城 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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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 我来的时候这一片花市 好像都是沙 光秃秃的 然后就觉得 哇 如果風一吹來 好像滿臉滿頭都自殺 我們的海岸其實在過去 有很棒的防風林 海岸林 對台灣的國土保護 是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可是因為這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來的海岸線 還有平原的開發 就讓那個防風林的範圍 越來越少 甚至有些區域已經都不見了 海岸造林它的困難度 最大的問題就是先天不良 有強風 有灰沙 還有高的緣分 還有乾燥 高溫 應該說地球上所有種樹的困難 都在海邊 然後最不適合樹生長的條件 也都是海邊的條件 所以在這種不可能的狀態下 我們要讓有生命 有樹的精靈存在幾乎是不可能的工作 所以我才認為它是一個省的工作 所以我們一開始呢就規劃了非常多的所謂的地備植物 希望可以把土地先把它整個覆蓋住 這樣子土壤的水分就比較能夠保持 我們從順安宮拉了大概一公里的水管 然後就是為了想要澆水 其實海岸造林好像很少人向我們裝水管 等這些地備植物生長起來 我們才開始種一些海岸第一線最耐風的樹種 希望可以幫其他的樹擋風 像是木麻黃、黃金、超海桶等等的 但其實也有人講嘛 就是說既然決定要出海 就不能怕風浪 所以每次總歸回到當時的初衷的時候 就覺得說那我們還是繼續種下去 ~~ 然後呢 這裡 現在看 哇 滿眼都是綠 感覺很好 很棒 困難不是永遠都是困難 可是你只要不放棄啊 它一定會改變 應該要做 但是雖然很困難 那我們去做 那如果我們能夠做得起來 帶動大家一起來努力的話 那這件事情就一一非凡 我能夠選擇 独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